贵中美人李玉希结局 有没有和胡飞鸾在一起 是被利用了吗 扮演者陈若轩个人资料 网剧贵中美人即将在本月8日登陆网播平台 该剧是根据《水河小说》《烟之最改编》的宫廷剧 讲述了不时人间烟火的小黄又坚黄清风 与九尾赤湖胡飞鸾 为减少来自皇室的杀戮 化身美人竟陷入宫内或当成皇帝里等权威关系的故事 在剧中李玉希是由陈若轩饰演 只不过是个书生罢了 那么他结局是什么呢 在剧中陈若轩饰演的李玉希是个书呆了 而胡飞鸾是非常喜欢李玉希 在牵引下他也对飞鸾满满产生了好感 两人彼此喜欢 但是似乎命运就是喜欢捉摸人 不料胡飞鸾被称为九尾胡后裔 与黄清风被黎山众胡选作代表 在进攻执行任务过程中 为了阻止皇室对黎山狐狸的猎杀 而到了李玉的欣赏和喜欢 那么他何书呆子的结局呢 按照小说原著中 胡飞鸾为了最初实现工作 与李玉希无情人忠诚家族 而电视剧的终局能否会跟原著一样 还需等待播出 但是如按照原著结局是两人在一起了 其实说白了胡飞鸾 不过是为了复仇和李涵牵扯在一起 至于李玉希是不是成为胡飞鸾的牺牲品 这个也不大好说